自从上海疫情以后 外地人好多人都陆陆续续的回老家了 最主要的是因为房租太贵了 然后工资不涨 房租猛涨 物价上涨 很多地方都因为这个原因都回去了 现在上海打工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马路两边都是稀稀拉拉的 基本上看不到什么行人了 这外地人一走的话 不管是哪一行哪一夜 现在都难做了 昨天我老家的一个亲戚 在上海开地地打车 现在也不好做了 疫情之前的话 他每个月可以拿个倒数一万八千块钱 但是现在不行了 因为现在人毕竟少了 打车的也少了 这对他们影响也是很大的 昨天还给我们打电话说 过两个月就要回去了 还有三个月就过年嘛 提现一个月回家吧 干完今年就不来了 现在也估计是赚不到钱吧 你像他现在的话 他说每个月净赚的话 大概就是一万块钱都不到 然后除掉每个月的车子租金 然后邮费 自己的乐场开销 房租 他说到手的话一分钱也没有 基本上省了个业供足了 因为上海这边的开销实在是太大了 一个房租 很多人都是在这一点的方面的话 都是吃不消的 不光是这个 上海这边的房租 现在也特别的难租掉 外地人少了嘛 这个房子一多肯定就要空下来的 你看我们房东这个房子 已经空了好几个月了 这个周牌挂在外面 挂了半年了 房子还没租掉 现在房子空的也多得不得了 楼下有几间 还有楼上的 楼下那间嘛 上个月刚搬出去 已经搬出去一个月了 到现在还没有租出去 以前是非常火爆的 像这种小房子的话 外地打工的都是很受欢迎的 毕竟价格便宜 但是现在的话 基本上空了好几个月 都租不掉的 这个房子是刚空出来一个月了 还没租掉 没有人来问的 这两间房子的话 已经空了四个月了 到现在一直没有租掉 就是上海解放以来 这个房子 他们回老家以后嘛 这个房子一直在空了 空到现在 还没有租出去 不光是我们这里 像我们附近的那些房子啊 空房子现在是一大片的 昨天有一个人在我家买移 他是做房地产的 照闹搞租数这一行的 然后他跟我说 他上个月就开了两单 租了两个房子 两套 但是这个月的话很险 一个单子都没开 像今天的话已经24号了 房子是一套也没租出去 他现在心就特别着急 如果说没开单的话 他这个工作也保不住了 所以他们这个压力也特别的大 他告诉我 最主要是因为这外地人少了 房子实在太多了 加上价格又太贵 工资不涨 物价上涨 房租猛涨 所以现在好多人 外地人都想在回老家去发展了 都不在这个上海地方待了